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你们的超超好久不见 上一期视频有的朋友说 那个问题回答太少了 所以这一期我准备多回答一点点 第一个问题 喜欢爸爸吴京多一点 还是妈妈罗翔多一点 其实都还好 两个人我都挺喜欢的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我像罗翔多一点 还是像吴京多一点 如果觉得我像吴京多一点 就扣1 然后如果我像罗翔多一点 就扣0 看一下是1多还是0多 超超是怎么做到年纪这么小 却看起来这么成熟的 我有婴儿肥 好烦 我也有婴儿肥 不要烦 至于为什么是年纪这么小 看起来这么成熟 我觉得我内心还蛮幼稚的 就是对交朋友这一块 我能表现出非常幼稚的一面 想知道未来的打算不出柜的话 以后怎么跟家里人解释呢 还是说以后会结婚 不结婚家里能接受吗 首先不结婚家里是不会接受的 第二我不结婚 第三 未来的打算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经济独立 至于家人那块 你没有跟他们要钱 没有依赖着他们 就已经是给他们最好的答复了 我是怎么觉得 有没有什么离奇的分手经历 没有 都很正常 但是有很难忘的经历 有想和一个人长久的走下去吗 在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我希望有 但是我觉得很难实现 以前我谈每一任的时候 我都是觉得要走多远 然后每一次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 就是在谈恋爱之前就跟我说 你每次都想那么远干什么 就是你想那么远是没有用的 然后当时我会觉得 想那么远是 是我觉得可能我对这份爱情 有更好的寄托 但现在看来 其实想那么远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用 就是计划感会上变化 所以 我只能说有 很想 但是 现在慢慢会觉得不现实 嘴巴看起来很好听 然后想问一下 你追别人或者被追的经历 我好像没有追过别人 就是我是那种怂当 即使看到很喜欢的人 在自己面前 可能自己就是这样的 除了抖音和B站 还有其他网站的账号吗 你想到什么网站的 戴牙套有阻止你的烂桃花吗 怎么说呢 应该没有吧 但是戴牙套会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发生 就是你跟你的对象要在一起之前 他就会问你 你的嘴巴接吻起来会不会勾嘴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那个铁会把我的嘴皮给勾破 事实证明没有 嗯 超超最喜欢圈内的哪一对网红 嗯 其实我没有怎么关注 就是一对一对的夫妇生活 所以也谈不上最喜欢哪一对 下一个是 对自己的稳计打几分 好问题 我觉得应该有八分吧 我觉得我嘴上功夫还挺厉害的 这是可以说的吗 超超是什么星座 白羊座 白羊座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太好看了 怎么样才能当超超的老公 你想的美啊 我当你老公还差不多了 喜欢狗还是喜欢猫 都很喜欢 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里就有养一只大白 然后也有养过猫咪 就很喜欢 下一个问题 超超能不能说爱我 爱你 平时你和同事们相处 男的会有比较明显的通讯录表现吗 但是他们还愿意和你正常相处吗 有没有刻意和你保持距离 我觉得这个问题 第一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做通讯录的表现 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通讯录有一个所谓的刻板印象的话 那我觉得这题就不成立了 所以我就说一下我的经历吧 就是我跟同事之间目前算是已经出柜了的状态 就是前两期内裤视频杂出了之后 他们会有人问我你的底下怎么都是男粉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啊 因为我的受众可能是男生吧 然后他就说你是gay吗 那我说对啊 就没有什么 因为我平常也没有表现出很怎么样嘛 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你好反差 我说怎么反差 他说平常你怎么这么正经 但是在视频里面怎么那么骚 我觉得不论你是通讯录还是直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你给别人的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对别人比较热情的话 然后对别人比较好的话 我相信别人也会用同样的一份热情来回报你 所以倒是不用太担心自己的通讯录表现 而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表现有没有让别人感到不适 就是不是通讯录的表现 发现宿舍同学对通讯录有偏见和误解 我自己又是通讯录 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要说自己是的话可能被排挤 不是的话又要掩饰和躲藏 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嗯 我觉得 如果你对室友还没有那么了解 就是了解到他知道你是通讯录或者不是之后 会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的话 你就不要讲 但是我的室友他们知道了之后 会对我 其实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就可以讲 所以分情况来解决这件事情 我并不觉得你去出柜就代表你很勇敢 但是我也不觉得你不出柜就代表你很懦弱 所以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 最重要的是你在寝室里面过得开心就好了 有直男朋友和朋友出柜了吗 嗯 我身边好多直男朋友 大多吧 然后跟他们有的出了有的没出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说把出柜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 就是我一般不会刻意的去讲自己有没有出柜 而是朋友如果说跟你熟悉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他们问你 那我觉得你跟我关系不错 OK我就会跟你讲 就是如果一些朋友 就我感觉如果我出柜了会对他们造成负担的话 那么我就不会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 你不单单的要考虑到你自己的感受 你可能也要考虑到对方知道了后的感受 所以在出柜之前要多想一想 就是我的建议 下一个问题 生活在现在城市的原因 上学呗 战斗日记还更吗 想知道超超的皮肤是怎么变好的 战斗日记已经更新差不多了 如果说要继续更新的话 以后肯定就叫做护肤日记了 因为我现在脸上的皮肤还是很差 就不像我一个22岁的人应该有的皮肤 所以以后可能会更新护肤日记 至于痘痘是怎么变好的 就是看医生 我是因为家族有遗传史 所以一定要去三甲医院去看正规的医生 不要听信什么乱七八糟这边小广告 我已经被骗过好多次 骗了好多钱 第一次是和男的还是和女的呀 男的 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 救命 那下一个问题 有什么喜好 有什么禁忌吗 喜好就是运动 禁忌的话可能就是不吃九二根吧 算吧 生活在现在的城市的原因 这位老哥我现在念大学 你问我我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原因 有点难回答 好了本期视频到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回答的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还想提问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 也可以到我的微博来私信我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